年轻道人忍不住哈哈大笑 他突然意识到这气氛有些不对劲 赶忙转移话题 绿水潭龙林唱的那夜 哦 在咱们这儿啊 叫三春绿 他的叶子采摘的时候不对 晚了七八天 嗯 还有这包龙飞草 俗名叫姑娘妖 研磨粉末的时候也太马虎了 还有这纸堆花 杨家铺子更是不像话呀 说好了三两 怎么少了一钱的分量 年轻道人竹筒道豆子 挑了一大堆毛病 几乎就没一样是满意的 感觉像是跟杨基药铺 有什么私人恩怨 最后啊 来了一个大转折 盖棺定论 这铺子掌柜的良心 给狗吃了呀 不过桌上这些药材 监药救人倒是够了 当然了 这主要是归功于 这位宁瑶姑娘的身体底子 好 跟杨家铺子 至多有半颗铜签的关系 年轻大人一拍脑袋 摊开一张素白纸张 一边提笔写字 一边叮嘱 差点忘了 贫道这就在给你写一份 尖药的方子 这是件实打实的细致活 准平安妮可 马虎不得啊 贫道这药方既是疗伤 同时也能雇本赔源 是兵家在立于 博败之地的前提上 以战养战的上乘路数 而且好就好在性子温 不伤人 顶多就是所好时日多一些 多买些药材 无非就是开销银子的事情 何时无火急尖 何时文火慢尖 贫道都已详细的写在纸上了 至于什么石阵尖药 也有讲究 总之啊 接下来一寻 陈平安你多辛苦 男人嘛 本就是扛胆子的人 要不怎么会有 顶天立地大丈夫一说呀 切不可推脱责任啊 白白叫人家小姑娘小看了去 说到顶天立地四个字的时候 年轻道人不宜察觉地摇了摇头 一副药方不过半张纸 如何煎药倒是用了两张纸 字体是很平常的小凯 方方正正 规规矩矩矩 陈平安有些着急 他问 道长难道之后的事情就不管了 这种生死大事 道长是不是亲自盯着 更稳妥些啊 年轻道人无奈道 平安这就要离开小镇了 南建国境内有平道这一脉的宗门 有个典礼要召开 平道想去亲眼看看 陈平安更加无奈 道长 可是我不识字啊 年轻道人愣了愣 没关系 宁姑娘认得字 煎药之前 你就多问她相关事宜便是了 那少女点了点头 陈平安还想要说话 年轻道人猛然记起一事 从袖中掏出了一枚清语印章 小巧玲珑 对着印面啊 轻轻的喝了口气 然后对着书写要方的那张纸 重重按下 从纸面提起印章后 颇为满意 收入袖子 年轻道人 连同其余两张纸一起递给陈平安 你好好收着啊 小镇上书籍多是私人家藏 你购买不易 如果真想学字啊 可以从贫道这幅药方学起 年轻道人转向的少女笑道 一夜扶平归大海 人生何处不相逢 宁姑娘 那咱们后会有期 黑少女正色道 陆道长 后会有期 大恩不言谢 将来只要需要在下帮忙 可以飞剑传输至道玄山 只是道长记得 千万别忘了署名 陆陈二字 否则道玄山 未必会允许飞剑进入山门 听到道玄山这个称呼后 年轻道人显然有些惊讶 欲言又止 少女 少女微微摇头 他很快领会心意 也不再去刨根问底了 有些事情啊 对屋内少年而言 不知道更好 年轻道人 率先离开屋子 不忘拉上少年的手臂 陈平安啊 贫道最好 与你说些话 陈平安 先将那包裹放在床上 跟黑衣少女 说是新买的医生 之后两个人来到院子 年轻道人 直接压低嗓音说 以你的记性啊 想必早已认得 第一副药方上的字 再加上隔壁就住 这个读书种子 不识字这个说法 不是你拦着频道 离开的真正理由 陈平安答道 以道长的本事 肯定知道原因 年轻道人 哑然失笑 你是觉得自己 必死无疑 所以怕无人照顾 那位小姑娘 陈平安点了点头 当时我既然开门了 却要负责到底 年轻道人 站在推车旁边 双指并拢 敲人一抹 那柄被如是齐静春 按入两字剑气的 白翘长剑 悄悄飞入屋内 应该是黑少女 不愿吓到陈平安 便默认了这把 飞剑的剑阅之举 年轻道人思量片刻 他思考问题的时候啊 会下意识地伸出一根手指 敲击头顶的莲花罐 最后他说 来此之前呢 听一位师兄说过 做事情要讲道理 做人呢 要尽人情 既然如此 贫道也不好 太过死板苛刻 虽说 这世人各有各的原法 可既然贫道所在的 宗门的根本教义 本就与一般 道统宗门的法指 有所偏差 相逢已是原 勉强还算是一段善缘 贫道不妨顺势而为 那签筒和一百零八支签呢 无法赠送给你 因果太乱 一旦理不清 又斩不断 很是麻烦 至于那方撕印 有点重啊 送给你 这小镇一旦没了禁止 所有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贫道不是害你吗 那难不成 送你一点金银铜去 这未免也太不讲究 太俗气了 贫道哪好一丝 不料陈平安斩钉截铁的说 陆道长 送钱的话很讲究 不俗气 年轻道人玩味笑道 之前两样东西你听不懂 但是肯定知道意义不小 为何不开口讨要 少年缓缓的说 能够最少装下一大缸水的白碗 可以烧扶植给阴间长辈的道长 受了重伤 奇奇怪怪的姑娘 还有那一袋子 二十八枚金子做的铜钱 以前是咬老头嘴伤说 我们这里很奇怪 但是现在我亲眼见到了 如果是在遇上那两个外乡男女之前 我肯定会躲着你们所有人 今天门也不会打开 年轻道人斜靠在推车上 沉声道 那名外乡女子啊 用手指点了你的眉心 是一门强行开人俏学的下作够的 在武学上被称呼为指点 手法有高低之别 用意也有好坏之分 打个比方 你家院门并不牢固 对不对 那他呢便故意用铁锤敲打 门当然可以进 但其实坏了根基 试想一下 在以后风雨霜雪的天气里 那个开门之人早就脚底抹油 但是你这个常年居住在院中的主人 怎么办呢 陈平安犹豫了一下 我还算能够吃苦 看着一点不像是说笑话的草鞋少年 年轻道人气笑了 这才是他第一次出手害你 若是筋骨强健气血旺盛 你活到三四十岁不难 之后他以手掌拍打你心口之举 才是真正的致命伤 坏了你的身躯本源不说 还断了你的长生之路 准确说来啊 你本来剩下一线机缘 借着此方天地翻覆 乾坤倒转的大运势 你未必没有可能续上大道修行 这就像滚滚洪流直下 河中竟是蛟龙鱼虾无数 运气好的人当然收获大呀 但是哪怕运气最不好的 别人捞起了蛟龙蛇缘 他说不定沾沾光 也能抓条小鱼小虾之类的呀 陈平安没有满脸骇然 或是惊慌失措 他安安静静地站在那 甚至没有丝毫故作镇定的气象 全然不像是一个将死之人